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假如企鹅代理的黑神话悟空会怎么样 玩家吐槽,手冲纵限定金色孤棒 黑神话悟空好评如潮,但依旧有人在骂 主要这两点,让人无法接受 黑神话悟空真有第三结局,别被骗了 最近有个传言可把大家给炸猛了 说是游戏里藏着个神秘的第三结局 这下可好,玩家们都疯狂了 到处找线索,生怕错过了什么 第三结局,别逗了,老实说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扯单了吗 咱们先捋一捋已知的两个结局 一,乖乖戴上金箍,继续西天取经 二,拒绝戴金箍 获得猴哥基怡这两个结局已经够让人纠结的了 哪来的第三结局 不过,转念一想,要是真有隐藏结局 那可就太带劲了 想想看,要是能打上天庭 跟玉帝白白手腕 那该多爽啊,网上传言满天飞 最近网上可热闹了 各种第三结局的传言满天飞 说是第九周末能跟如来佛祖干架 说是能进东海龙宫探险 还有说能大闹天宫的 甚至有人信誓旦旦的说 只要你连续通关一百次 就能解锁隐藏剧情 直接飞升成佛 这些传言听着是挺带感 可惜啊,都是空穴来风 目前为止 压根没人真正找到过第三结局 为啥大家这么执着 说白了,就是现有结局不够爽呗 咱们来算算 与其纠结于虚无缥缈的第三结局 不如好好享受游戏本身的乐趣 黑神话悟空已经很棒了 画面堪比3A大作 美得让人合不拢嘴 战斗系统爽到飞起 连招打出来简直像跳舞 剧情虽有争议 但也够吸引人 看得我是欲罢不能 咱们何不换个思路 把游戏当成一道美味佳肴来品尝 细气品味 每个支线任务 慢慢探索每个隐藏彩蛋 说不定你就发现了 别人都忽略的精彩之处呢 1.战斗系统 这绝对是游戏的精髓 每次打怪都像在跳一支华丽的舞蹈 招式连贯流畅 打击感十足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如意金箍棒技能 每次用出来都感觉自己无敌了 2.画面效果 兄弟们 这画面简直绝了 每次进游戏 我都要站着发呆十分钟 就为了欣赏那美轮美奂的场景 特别是那个水帘洞 美的我都想搬进去住了 3.剧情设计 虽然有人说剧情不够完善 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特别是那些隐藏的小细节 每次发现都让我惊喜不已 比如说 你们发现花果山那个小瀑布后面 藏这个洞梅 里面可有好东西呢 小到消息大揭秘 虽说现在还没有第三结局 但我从一个可靠的小到消息得知 开发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个大型 DLC 据说这个DLC会带来 1.全新的地图 天庭 2.新增的BOSS二郎神完全体 3.新的武器 72变 4.还有最重要的 新结局 当然了 这只是传言 大家别太当真 不过能想想就很爽了 是不是 游戏里的彩蛋你发现了吗 说到游戏里的彩蛋 我可就不困了 给大家爆料几个 我发现的 有意思的小细节 1.在花果山的某个角落 有颗桃树 如果你在特定时间去摘桃子 会触发一个隐藏剧情 2.游戏里有个NPC 长得特别像某个著名主播 你们发现了吗 3.在战斗中 如果你连续使用某个特定的连招 会触发一个特殊的动画效果 超级帅 4.游戏里有个地方 如果你站在那里不动5分钟 会听到一段神秘的对话 这些小细节 都让我对这个游戏 爱不释手 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有意思的彩蛋吗 说句实在话 黑神幻悟空 确实还有很多 可以改进的地方 比如剧情可以在丰富点 支线任务 可以在多样化点 但是兄弟们 咱可不能太贪心啊 游戏开发不容易 能做到这个程度 已经很不错了 与其天天盼着 虚无缥缈的第三结局 不如好好享受 现有的游戏内容 说不定哪天 开发团队灵光一线 真给咱们 整出个第三结局呢 我觉得吧 与其整天盯着结局 不如好好享受游戏的过程 每次打完BOSS 看着孙悟空耍哭的样子 我就觉得 这游戏值了 而且 谁说游戏一定要有完美结局 人生不也是没有完美结局吗 重要的是过程啊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第三结局 你希望是什么样的 是大闹天宫 是飞生成佛 还是回到花果山 当个逍遥之在的猴子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畅想一下 各位大佬好呀 黑神话悟空起爆来了 目前全平台销量已超过1000万套 全平台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300万人 直接刷新了记录 另外黑神话 悟空也是今年玩家好评率最高的游戏 Steam平台27万加评价 96%好评 黑神话悟空最牛的是 用低成本但做出了3A大作 这种市场竞争力绝无仅有 如果投资大表格爱那种资金完成品 简直不敢想是什么规模 恐怕以后是中国游戏的时代了 不过针对4%的差评 主要是再骂两点 第一点就是游戏的地图 空气墙 Boss密集 首先空气墙 直接死亡 强制转身 传送等手段 这种方式是负反馈最强烈的手段 往往是限制玩家行动的最后一道防线 它也是前几种方式 最终到达的目的地 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有时候适当的直接使用也是合理且必要的 但是不应该被滥用 黑神话则是过多的直接使用了主角手段 注意过多和直接两个限定词 还有游客为什么不给地图 我感觉也是故意想让玩家自己探索 当然我感觉可以做些弱引导 比如些标志性的东西 总之这游戏是瑕不掩瑜的 还有玩家觉得花果山算成品 要引导没有引导 要提示没有提示 都不知道来这里干啥的 拿了云绕着飞了几圈了 青蛙打了水木兽 石头打了 水连动也没互动 衣服腿拿了 然后啥也找不到了 蟋蟀头上有个互动点 金斗云去它头上下云 我迷惑了 感觉花果山 完全是放弃了设计 又或者是完全赶工 没做完一样 希望后续出补定 或者DLC重新弄下吧 第二点就是剧情 为什么大家对于这次的剧情 这么失望 本质上和一群无脑催的up主 以及多位博主脱不了关系 发布前两天 部分测评up就已经通关 至少二周目了 当时媒体评分出来以后 那几个红 温得不行 非要说多结局 演出极为震撼 准备清算 把大伙的期望 拔到一个离谱的高度 再加上一些游戏博主 在发售之前 对于黑神话剧情 做出了多种猜测 各种黑神残结局 高深莫会 在种种造势之下 大家真的希望看到一个 极为优秀的游戏剧本 和自己心目中 理想的结局 结果目前已知的 只有两种结局 且都无法让大火满意 所谓的天命 到底是什么 玩家到底在经历什么 太多东西 在游戏中完全没有解释 更别提谈恋爱剧情 更是出了大火的眉头 对这次的剧情 极其失望的玩家 就更多了 大家觉得呢 对于近期黑神话悟空的成绩 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仅取得了 三天全平台销量 已超过一千万套 同时也是在线人数 最高单击游戏 刷新世界纪录 Steam平台27万加评价中 好评率更是高达96% 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 黑神话悟空背后 还有游戏伊哥腾讯的身影 其中黑神话悟空的两位创始人冯济和杨琪 都曾是腾讯的员工 游戏剧情也是有些 类似之前的斗战神网游 那么有意思的就来了 假如腾讯代理了黑神话悟空 游戏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变化呢 玩家们也是议论纷纷 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腾讯代理了 肯定离不开三套路 分别是一皮肤 二翅膀 三抽奖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提醒你充值的按钮 先给你七天 VIP体验 怪随便打 然后七天过后 怪突然打不动 想重新舒服打怪 不好意思 充钱 有玩家调侃说 手充六元送传奇武器 如意金箍棒 充值648送爵士座椅金斗云 也有玩家表示 充行证必须有 充值加快成长值积累 十连高出保底法宝碎片一片 一百片换一个法宝 法宝进阶需要碎片 进阶也需要法宝碎片 每斤一阶碎片翻一倍 装备强化 装备锻造 装备增幅必须有 且无上限 几率每升一级减半 保护券一样得有 水礼包 捆绑销售 新月会员每月领一次礼包 随机给点蚊子腿 结婚系统和亲密度系统一样得有 时装龙袍 天使之意 光环 宠物 附魔 都得有 礼遇会员月费48 月底送随机保护券一张 总之 不花钱是81难模式 花钱就成了大闹天宫模式 不过个人感觉腾讯现在已经不会玩这种低端片刻了吧 他没有以前一弹开 都是那种一刀999的感觉 应该是一开始给你个装备试用 你买一个永久装备才要钱 而且腾讯充值不放在那个位置 会影响游戏体验 会放在角落 一旁再加一个小红点表示新消息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腾讯后续真做出了类似黑猴一样的星座 大家觉得会发生哪些有趣的变化呢